旅行结束打包回家 哎就说怎么一开始就结束了呢 这次呢是周末出来短途的两天旅行 本来没抱什么希望 但是遇到了不少让人特别意外的东西 比如找到了一个住起来特别舒服 特别有特点 这个房子上面能过汽车的一个住所 然后另外呢 我无人机差点又炸鸡了 然后找到了一个有山有水有河流 还能玩越野的隐秘的营地 然后坚持了特别漂亮的日落 然后还品尝了一下澳洲当地的农家乐 现摘的蔬果 总之言之 好玩的东西呢 还真不少 就有点细碎 我一个一个给您讲 从这个大土山上下来 因为现在是旱季 特别的干 路上拳二组 不要浪漫化一切关于露营的活动 露营是看湿浪漫 实则特苦比 你看这脏 然后回来之后一脚的泥 你过这沼水冲 从而烟珠 你要是东西带齐了 浪漫 然后呢 你看到别人浪漫 真自己来搞的 你自己试就知道了 方便一转 到沙滩上 扎个帐篷 花了五分钟 把这帐篷搭好 我们今天就在这海边扎营了 然后一转脸 碰这俩玩家 正经的玩家 在这个海边钓鱼 就这么说吧 你看他的这套家伙 你就知道 他准备上这个大家伙 你看他手轮的尺寸 这都是上大家伙 后来一看 我靠原来是钓那个Bronzi 那种大概两到三米长的大鱼 你看这个鱼饵的尺寸 你就知道了 我靠 光这个鱼饵 光这个鱼饵 光这个鱼钩 这里得有 然后这俩小哥用什么呀 无人机钓鱼 光这个鱼饵 你想 这么大的鱼饵 要用手扔 能扔出多远去 你要是坐船出去的话 这一天要是空手归来 还不够游着钱呢 干脆 无人机钓鱼 然后呢 把这鱼饵钓到 游人机下边 飞到远处 然后回来 再扔第二回 你看 鱼饵下边 还放了这个 毛 anchor 说那吗 你说那线吗 是的 是的 那是美丽的 它有一个美丽的相机 是的 所以 它告诉我们的座位 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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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把 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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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这个就绝对就 Otherwise see you in the ocean 4 grand it's all gone 就是在林子里边有这么一大片 这个山清水秀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没人 你看后边这个溪水 特漂亮 旁边是一个鸟叫的声音 但是有个小问题 这跟地图那种路不太一样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呢 看见了吗 诶 看见了吗 嗯 哇 你现在一大蜘蛛 我的天呐 这是比 诶 为什么它又在水里 天呐 比 别踩着青蛙踩着 比 比青蛙踩着好夹 是吧 嗯 小心啊 这有多 天呐 从上面下之后 然后到那个湖边 然后一看 诶 没路了 到头了 然后我正发愁呢 天呐现在坏了 走错地方了 忽然您猜怎么着 柳暗花明 看见没有 从这下去 对面上坡没有 看见没有 新装的顺势也好有用 有 咱们刚才就是从这个玩过来的 多漂亮的阳光 我们现在刚从外面转一圈回来 肚子要饿买了这张披萨 但是呢说在日落之前 这个主人说要去下边的蔬菜园去摘蔬菜 这好时候我哪错得过 白来的都是好的 看看这蔬菜园有什么好事的 你看这一大遍地 你猜猜这片地有多少 从上边看挺小的 底下看好大一片 你看那个对面山坡几个羊 刚才一看有人来了哗啦哗啦全跑了 这阳光 这草 它是长的 哦耶 是猪猪 特嫩的小鸟 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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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上边还带毛了呢 好不错 谢谢 还不错 像一个蜜蜜 吃一碗 好棒 对 吃一碗 你想尝尝一下吗 我们把一半吃了吗 就吃一碗 来来来 艾瑞斯 你来一半我来一半 一二三 一二三 尝尝啊 鲜黄瓜 顶花带刺 好久没吃有黄瓜 嗯 嗯 Fresh 黄瓜香味 正经的黄瓜香味 我腿上的羊水了 嗯 然后蹭到我腿上了 你怎么那么会采 好吃 就是 澳洲 还到夏天的话 非常缺水 你能看到 身后大片大片的草地 是米了 黄的 就是因为连续的太阳照射 干旱 因为地中海气候嘛 是属于夏天雨少 但是今年的雨水多 相对多一点 但是长这黄瓜这种 特别好水的这个植物的时候 可能这水还是稍微有点差 但是味道做可以了 嗯 好吃 甜的 甜口的黄瓜 进去透露一圈 好大一个期啊 这种花 你看这个花 长得俊立体 三瓣 叶 须子 然后花蕊 花蕊你看好几层 考考大家啊 这是什么什么水果 而且我才爱吃的一种水果 考考大家 不是用我现有的农业知识啊 这看着是葱 但它实际上是叫那什么 叫叫leak 对吧 就是葱 这是葱 这是葱 如果这东西长得像葱 闻得像葱 它就是葱 别听我胡编了 哈哈哈哈 嗯 这个哎 这个好这个好 辣青葵 对不对 老北京有啊这个 都是辣椒 然后这是小灯笼椒 你看这个椒 可能是更 更红一点 你看下边这个 这是洋葱 你看 这是长出来的什么 洋葱 头一次看见 从地里长出来的洋葱 你看葱头 哎 多漂亮 哎 你看那边的羊下来了 羊们都从山坡上下来了 一个的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看看 小西红柿 地上都是小西红柿 别踩了 你看 一个黄的小西红柿 咱得绕着过去 你看这房子里边所有的细节都有 非常现代的洗手台 而且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洗澡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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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洗澡 在这边 这边 这边是栋景观 哈哈哈 你看 我先搁这儿 你看这个床 哇塞 这是他们自己建的一个小的 早上起来想象一下 睁开眼 就是你的菜园子 就是你的羊 当天智隆 你会跳到的 它身上 不过来 你也会跳到的 你也会跳到的 然后踩到的 行动 ok 知道了 怪不得这个地方叫 Eagle Point 恍然大悟啊 原来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鹰啊 它是在淡水海水交界冲啊 就有大鱼 所以它这边巨大号的鹰会在这边聚集 所以它叫 Eagle Point ok 所以想来这边玩一种 Eagle Point 快走了还没有时间去收拾这个房子呢 趁着打扰这天气 你看我这房子跟其他地方是不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我走的稍微远一点能看得更清楚啊 这个房子基本上是盖在半地下 你看上面扶手这块 这是条路 这个路相当于从房顶上过去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呢 整个是盖在一个山坡上 山坡的顶上 一般的人盖房子都是山坡上直接盖一房子 它是把这个山坡掏空 然后里边盖一个三间连在一起的水泥结构的房子 好处是在于哪呢 山坡上有这个view 能够看得远处的东西 心情好 另外一点呢 就是住着舒服 因为它是挖在地底下的 叫什么冬暖夏凉 是什么冬暖夏凉 我们看一会儿和冬暖夏凉 我看不见了 这只是是长沙丝 是一个系统暖夏凉 开冬暖夏凉 我们看一会儿的水泥结构 它是一会儿的水泥结构 一会儿 如果你注意力来 你也会儿在水泥结构 这次的内容有点稀碎啊 东一角西一角 没办法 出来旅行 还要出来拍照的话 永远都是一堆矛盾 无数次跟我说的话 你要么就拍 要么就玩 你想啊 要为了画面好看的话 就一个车过河的画面 或者一个车在路上跑的画面 你至少来来回回 得拍四次三次 这个过程 对于不需要拍摄的家人来说呢 是特别特别无聊 枯燥的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你不拍的话 你看着那么漂亮的画面 你拍着看着这么好看的 日出日落 你不拍你心里又痒痒 这注定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你看啊 拍摄的话 家人不甘心 不拍的话我不甘心 然后像我这种拍一点又玩一点的话 观众老爷们又不甘心 没办法 这就是一个全航的过程 好吧 感谢大家陪着我看这么细细碎碎的一个旅行的记录 如果感兴趣的话 点个赞 然后呢 咱们下次接着玩 接着拍 接着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